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狐奇照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386集 我们已经有好一段时间 没有给大家分享 同好改造的变形金刚 还有其他某某东西联名的作品了 那么魔物猎人的这个系列的话呢 我手边还有几款玩具 今天的话呢就抽空 给大家做这款小李改造的迅龙 那他使用了这个 Kingdom里头的这个花豹的模具呢 下去做一个改变的 那具体来讲 改变的第一个部分 最显眼的是他的这个翅膀的部分 当然这个翅膀的话 相较于电玩里头的这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来说 确实还是小了一点点 再来的话呢 对于这个面部的话呢 他这个地方是有加了一些补土 把他的脸部呢 弄得更像猫科动物啊 那我顺便讲一下好了 迅龙的名字 Nagakuga的话呢 他的那个Naga是这个 Naga就Naka嘛 就蛇 就是人跟蛇的那个合体的那种那种怪物 那后面那个Kuga的话是美洲狮 所以他是属于猫科类动物啊 那用了这个豹子的这个模具来改变是很有很有很有梗的 那你看他这个尾巴的部分 加长了非常的多 是的 在迅龙的设定里头 他的一个尾巴呢 有时候呢会占到大约有身体一半的比例 只可惜呢 他的这个尾巴的话呢 并没有带刺啊 在愤怒状态下的迅龙 尾巴是会带出刺来的 那也没有了一个可动 比较可惜 但是呢 他确实已经有特别把它给加大了 再来的话呢 那我觉得啊 作为一个 嗯 还算魔鬼人 有一点小忠实粉丝的我来说呢 这个眼珠子的话呢 因为这个 这他的这一款 Naga Kuga的话 他是属于一个原色 原生种的配色 他的眼珠的话呢 应该是要红色的 对不对 各位对他第一次在这个树海里头登场的话呢 他这样 动过去的时候呢 这个眼珠子发红的 然后这样闪过去 是有一道这个红色的这个光芒 对不对 那比较可惜 小李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还怎么样 把它弄成是一个黄色 那所以说他在这个 啊 所谓的兽形状态下的话呢 主要的改变就是加上了翅膀 头雕的话呢 也改了 尾部的话呢 也做了一个家常 那上面的这体毛的话呢 倒是 遵到他原来的设定啊 因为这个 驯龙的话呢 是比较比较像兽类啊 其实以 说真的 他真的很难给我联想到 他是一个飞龙种吧 行 那这个的话呢 变形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就开始来进行他的一个变形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个尾巴的话呢 把它给取下来 那因为他多了 后面这一段很长的这个尾巴的部分啊 那其实这个 嗯 就变形可以说是完全一样啊 并没有特别的不同 这个脚的话呢 一样 把它给翻折 伸出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 把肚子的话 这个地方给打开 好 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将这个手臂往外翻折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部件 这个部件小心的翻出来啊 其实他的结构来讲 还是属于比较结实的啊 比较结实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头部啊 这个的话呢 一样啊 这个是已经发生了一个断剑的这个状况啊 详细的话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我做的那个 呃 花豹的那一集 然后这个嘴巴 记得要把它给 还是要把它整个给 粘开来啊 这个嘴巴 然后呢 小心的把这个部分给放进去 然后将这个 头部的话呢 给塞到胸口里面去 这个地方先打开 塞进去 整个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 两侧的部件呢 给盖起来 这边 把它给盖回去 哎呀 这个放的不够进去啊 好 然后呢 最后 就是把它这个 头雕的话呢 给转到正前方来 OK 他的这个 迅龙 版的 这个 叫隐武者吧 小李还是有给他取一个名字的 这个名为隐武者的 这个 镜头拿不起来 好 就完成了他的一个变形过程 那后面的这个翅膀 算是他很大的一个卖点了 呃 可以说是组合的还蛮妙的 我只能说 嗯 关节什么保存的都很好 然后他身上的这个武器的 这个拿在手上 呃 这属于大剑类了吧 这已经 到了这么巨大 然后他身上的这个紫色的分布的话呢 似乎有参考到他在这个游戏里头 蓄农套装的那些装备的一个配色 那顺便给各位看一下简单的一个头雕什么的 那配色的话呢 整个是黑色就显得非常邪恶了 如果这个爪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稍微的去转一下 把它给转到一个更好看的一个角度 哇 听到这雨声了吧 外面突然下起着大雨啊 对不对 这这这两天天气不是很好啊 在家的话呢 弯弯变形金刚 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利用这么一点闲暇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这一款同好改造的作品 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